老人家的意思 是说小红已经获得自由了 不管你有的什么字眼 反正他现在 已经不在控制之中了 这跟我们约好 见金驸马有何关联 当然有关 原先你探视金驸马之后 可以走掉 因为孙小红在我们控制之中 不怕你耍花样 现在情况有变了 大掌柜的交代下来 不能带你去见金驸马 大掌柜是谁 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其实你见的驸马 也是白搭 原来是一件极简单的事 驸马交出钥匙 搬走库银 然后分钱走人 搁盆东西 谁想到 这第一把钥匙交出来 库中是空的 另一把密库的钥匙 他就是不肯交出来 难道你们不会逼他折磨他 你们本来就不是省有的灯 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他 也许根本就没有另外一个密库 驸马爷又怎么能交出钥匙呢 原来建造密库的原图我们已经找到了 你以为我们没有办法拆散一个人浑身的骨头 我告诉你 驸马现在已经被逼疯了 打他不疼 用刀割他用针扎他 他都没有反应 请教大夫说他得了什么失心疯 驸马现在已经变成废人了 告诉你们的大掌柜 既然驸马爷得了失心疯 成了一个废人 做做好事把他放了 否则迟早有一天 我会捏断他的脖子 你们都说我是小孩 没错 我是小孩 可是我这个小脑袋挺管用的 因为我是小孩 所以别人格外容易上当 小云 你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 不过你的聪明要正用 你是说我潜入虎穴救你脱险 不是正用 我说不过你 不过说真的 我真的很疼你 所以我希望我说的话 你都听得进去 一个人如果过分伶牙俐齿 过分善变 都不是件好事 还有啊 过分机智灵巧 也不是件好事哦 我不懂 你年纪还小 等大一点就懂了 再大一点 我就变成老头子了 你 阿飞 小红 你怎么样 没事了 阿飞叔叔很吃惊是不是 有人救他脱险 是龙啸云跟林诗音的儿子 龙啸云救他出来的 真的 就在你们的王爷 饮酒作乐的时候 怎么样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太神奇了 你觉得太可怕了 阿飞 这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这个过程很简单 小云只是运用他的智慧头脑 把我给救出来 这个小孩 将来一定大有前途的 我没有将来 傻孩子 别说这种傻话 小红阿姨 你欠我一份情 我会记住的 将来我死了 你帮我收尸 就把我葬在 我父母的坟墓旁边 胡说 你怎么竟说这些话呢 我不是胡说 我是要讨回一笔血债 像一个无情无义 邪恶歹毒的恶魔挑战 不过成功的机会不大 最好最好的结果 是我们两个人同归于尽 小云 不要总是把仇恨放在心里 何况 那不是真正的仇恨 是你偏激的想法 错误的想法 我说挑战魔头的机会不大 并不表示他有多厉害 而是有许许多多 看不透他的人 老实帮着他 护着他 小云 你误会了 不要再说了 不管我怎么做 都不会得到你们的帮助和关心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 小云 阿飞 好了 不要拦他 小红 他还是个孩子 你就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说不定会想出一个道理来 他不是一般的小孩子 他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小云 这孩子在这儿干什么 小云 小云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下来 小云 你这是干什么 你只是个孩子 你不应该带着仇恨的心情活着 更不应该带着仇恨的心情而死 你笑什么 这不是儿戏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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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高 我敬爱的李叔叔 聪明一世 却糊涂一时 竟然上了我的道 我为什么不笑呢 你说什么 你虽然为了我的武功 可是 我爹却教了我龙家独步武林的点穴大法 可以制敌 也可以防身 我信 你试试看 现在 你还能动吗 好 小云 我不在乎你怎么对待我 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对待自己 将来你会一生一世 为自己所做的错事 懊恼痛苦的 我不想将来 只想过去 放你的心 看看他是冷的还是热的 小云 我现在不在乎我的生命 我在乎的血 将来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记住 千万不能说 是因为你恨我而杀了我 而是你母亲恨我 你为了要完成她的遗愿 才杀了我 动手吧 将你满腔的仇恨一次发泄干净 你可以慢慢地折磨我 慢慢地享受 复仇的滋味 你在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法 向我求饶 赫赫有名的小李飞刀 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求饶 哼 其实这也并不稀奇 因为这个孩子 不是普通的孩子 他是江湖上的 有名的新荣庄庄主 龙啸云的儿子 哼 复仇的滋味 复仇的滋味是最甜的 不错 我要好好享受 你看 你看 这人既没有血 别 隔身一点 让我的血喷出来 你就能感觉到 我的血觉得是热的 别教我怎么做 江湖上各种残忍 诡诈的鬼把戏 我全都放 你用流星镖对付这个孩子 孩子 你还当他是个天真无知的孩子 他是个小魔头 我一见到他就毛骨悚人 走 让他自生自灭 你用的是哪种流星镖 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 我不会为了这个小畜生 浪费一枚毒镖 制作一枚毒镖要非常大的功夫 虽是普通的流星镖 我也只是打在他的手腕上 不过 不过怎么样 他没有练过内功 流星镖身入血肉的部分 会溶解掉 荣入血中会怎么样 即使不死 也是浑身无力 行动迟缓 再也不能作恶了 立刻提他解读 你一定有办法的 倘若龙小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辈子都会放过你 李循环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非不清 黑白不分 恩怨不明 什么有情有义 简直是烂情烂义 你无可救药了 青红心慈 我求求你救救他 你务必要救他 这孩子才十三岁 他还有大好的前程 纵使他有万般不虚 他也只有伤害到我 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尤其是你 伤害了你 也就渐渐伤害到了 关心里的人 我不管 有他自生自灭 我求你 务必要救他 我真搞不懂你 你到底是哪一种人 把他抱进来 好 小云 小云 还认得我吗 请给我一杯水 嗯 来 没事了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傻事吗 我不想说什么 反正你们都是保护小李飞刀的 小云 一个人要使性子也要有个限度 你中了金红仙子的流星镖 他虽然没有打中你的要害 要不是你李叔叔死求活求 你现在不死也成为一个废人了 嗯 这是我意料中的事 小李飞刀不会杀我 也不会伤害我 我就抓住了他的这一个弱点 吃定了他 你 对 你这个孩子 明明有许多地方 比大人还要明视力 偏偏爱在这上面钻牛角尖 你明知道你李叔叔 他是疼你的爱你的 疼我 爱我 真是笑死人了 他会疼一个移情别恋的林诗音 扎上一个横刀夺爱的龙啸鱼 所生下的孩子吗 他这全都是在孤鸣钓狱 让天下人都赞扬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只有我才知道 他根本就是虚情假义 不情寡义 无情无义的人 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不知道 再有一个时辰就天亮了 嗯 天亮之后就给我走 走 我本来就想走 是那个换张东西把我给弄晕了 又带我到这里来的 小云 你要再这么说话 连我都要生气了 小红阿姨 阿飞叔叔 不管你们如何生我的气 我还是喜欢你们 阿飞叔叔 很抱歉站了你的床 我现在就走 站住 听我把话说完 好 我听 不是让你远离客栈而已 而是让你远离京城 还要远离我们的视线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小云 你明明知道 我跟你阿飞叔叔 都非常喜欢你 可是 我们不得不如此做 因为你的惯例想法 对大哥太危险了 我能问清楚一点吗 刚才阿飞叔叔说的 我们是指哪些人 你明知故问 我 小红 还有大哥 阿飞叔叔 我保证进来以后避免被你 还有小红阿姨看到 这就是你所说的 远离我们的视线 但是 另一个人 我办不到 我不但要接近他 还要非常非常地接近他 龙小鱼 你办不到也得办到 特别是让你远离李大哥 除非你用你的铁片剑将我杀了 不然就是办不到 小云 靖红仙子说得不错 他是个小魔头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大哥 这不是阿飞一个人的决定 基本上我也同意这么做 留下他实在太危险了 杨艳说小云是个小魔头 他是在吓你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 他只不过是跟你们使性子嘛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要杀我 你们看 连皮都没有剖 他身上流着诗音的血 诗音这么温顺 这么善良 他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变坏呢 大哥 我无意顶住你 惹你生气 可是小云的身体里 也流着龙啸云的血 那又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一样 父母的血各占一半 大哥 就像刚才靖红仙子说的 你 你简直无可救药嘛 小红 你哑巴了 大哥 只要是谈论到诗音节 我都不会插嘴的 你们真的是对我有误解 你们一直以为 我对诗音念念不忘 但是对于一个故人而言 念念不忘 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之所以善待小云 是因为 他是诗音的骨肉 大哥 我们依赖你 信任你 一切都交给你 可是这一次 我们要做主 龙啸云不可以再接近你 阿飞 大哥 在小云的言行举止 怪异想法没有改变之前 我同意阿飞的决定 除非 除非怎么样 你们不要跟我出难题 你们说什么我都答应 除非大哥不要我们这些朋友 想把我们撵走 也不见为敬 你们何苦这样为难我呢 你们明知道 我李循欢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就是朋友 这一次 我们非要为难你 坦白说一句 如果小云再有什么伤害你的行为 或者我认为他有那种企图 我都会毫不留情地下手 不可以 事后 又不着大哥责怪我 我会自强谢罪 阿飞 好了 让小红先送你回去吧 不 大哥 我不要你像成全灵诗音 龙笑语那样 成全我跟小红 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不是跟鬼影儿有约吗 人的后面都没有长眼睛 我让小红跟在你身边 是怕鬼影儿在背后偷袭你 阿飞 就让我跟你去吧 反正一个对时很快就过去了 到时候鬼影儿就算失约了 大哥 你早点休息 阿飞 走吧 走了 跳啊 如果你还想逃和 不会有人拦你的 原来是金红仙子 方才蒙仙子手下留情 晚辈感激不尽 口密复箭 不 晚辈是一片智诚 你为什么对李寻欢 有那么大的仇恨 他并没有对不起你的父母 而是你的父母对不起他 晚辈不想与仙子 讨论我的个人私事 我可以用我心如秤 这四个字回答仙子 我心如秤 说得好 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把秤 不过 你有砝码吗 砝码有轻有重 结果也会不同 你对李寻欢 和你父母之间的爱恨情仇 砝码何在 晚辈不想讨论 你还没有接受教训 晚辈已经接受教训了 说来听听 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知道 应该反省 检讨 只是还没有得到结论 刚才因为李寻欢 与某一个危险人物见面 我想暗中保护他 就一直跟着他 才撞到你 你们为什么对李寻欢这么好 我也想找到答案 不过 这一次是杏儿让我来的 哦 他有事要交代吗 杏儿从小是个孤儿 他很想找到 像那种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 所以他想把你当做弟弟来看待 我也很高兴 能有像杏儿一样的姐姐 哼 如果你说的是真心话 那么这一趟算我没有白跑 哦 这个话怎么讲 如果你保证 不再对李寻欢有危险性的攻击 你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 感谢仙子 也感谢杏儿姐姐 我年纪虽小 却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杏儿姐姐好像很喜欢阿飞叔叔 可是这一次是阿飞叔叔坚持要赶我走的 这不会使他两边为难吗 这一点由我来化解 好 我答应你 至少在我跟仙子 还有杏儿姐姐相处的这段日子里 我不会对李寻欢 做出攻击性的危险动作 仙子 我特别强调攻击性的危险动作 记住喽 你好像话中有话 没有啊 我全是照着仙子的口气说的 如果我还在心里面恨着他 谈算着如何去整死他 这并不具备攻击性 对他也没有危险 不是吗 你七零狡猾 真是个让人又怕又恨又爱的孩子 以后还请仙子多多指教 别妄想了 我从不收弟子 更不收男弟子 不过 我会教导你如何明辨是非 理清恩怨 尤其是你跟李寻欢之间的恩怨情仇 一定要有个了断 只有一个办法 你说 就是我跟他之间 有一个人死了 所有的恩怨 一笔勾销 他说刘晓云 什么意思啊 大哥 是你托他出面转环的 是不是 不是你想象那样 那他为什么要跟我们唱反调 杨晓向我保证 晓云已经答应他 今后绝对不再做出 任何对我有伤害性的行为 我就说过嘛 晓云那个孩子 他只是在使性子 不认识的 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伤害我的事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我不信 我从晓云的眼中 看到他深藏在内心的恨意 跟怒火 那是一生无法消灭掉 不要 我要找炎晓云太 不要 现在我们和杨晓之间 保持一种唯妙的互动关系 不要轻易地去破坏他 阿飞 在你和滚影儿 相约的那一个对手之后 你还要去完成另一个使命 就是把江南月给弄出来 我必须和他深谈 因为他隐藏了太多的真相 脑袋 吴槟 消息正确 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来晚了 他一先走吧 真不愧为鬼影儿 怎么 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想金兄 一定是和鬼影儿 遭遇了 李大侠目光锐利 一语道破 并非两相遭遇 而是小弟得到耳报 鬼影儿藏匿在一处 名宅马棚之中 我与上官帮主 带了几个身手不错的手下 去围剿他 明明看到他在里面 可是我们一进去 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 小弟知道 阿卫兄与鬼影儿有约 所以我敢来 绝对不是认为阿卫兄 独立对付了鬼影儿 只是 小弟这口气难拼 阿卫兄 从现在起 我俩形影不离 双剑合璧 我倒想看看 那鬼影儿到底有多厉害 杀了鬼影儿 杀了鬼影儿 也不见得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只是为武林除害 身为武林中人 都要铲除武林败类的责任 多谢金兄前来相助 走 我们去你那边 双剑合璧 并不是一句话 还需要配合 好啊 快点快点 来 抓到了抓到了 小花阿姨是你啊 咱们三个人一起玩 一定更好玩 对啊 我不玩了 小花阿姨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你不是说 你永远都不会 生我的气了吗 我没有生你的气 我来这边 是想要告诉你 人呢 千万不要做这种承诺 人的处境 是实实在变的 小花阿姨 人的处境不会变 变的是人的心 人的心才最善变 小云 你说话好老气哦 杨姑娘起身没有 早就起来了 不过还没有吃完早点 就被一成轿子给接走了 杨姑娘在今还有朋友 都是老太爷生前的朋友 对了 杏儿姑娘 我有些话 想要单独跟小云谈 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了 但是啊 如果她是我喜欢的男人 那就不行了 好了 不打架你们 我走了 小黄阿姨 我知道你想要问我什么 是吗 我年纪虽小 但不愿意寄人篱下 我留在这里 你很想知道 我是否还想找机会伤害 或者杀害小李飞刀 那你的答案呢 答案只有一个字 是 不过请你放心 目前我还不会动手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跟杨姑娘的约定 她大概不想跟小李飞刀产生冲突吧 小云 听你这么说 我不但不高兴 反而可难过 为什么 你不再动手 并不是因为你反省了 你认错 悔改了 而是别人对你要求 对你请求 别人要求你你就听 而我不管怎么请求你 你就是不理不睬的 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 你喜欢小李飞刀 你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她 而杨姑娘是就事论事 没有私人的感情因素 是公正的 说不定杨宴也喜欢你大哥 我最弃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都喜欢小李飞刀 她只是个酒鬼 是个废病鬼 是个骗子 是个无情无义的杀手 你给我住口 我还没有说完 所有喜欢小李飞刀的女人 全都是笨女 小云 你这么说我 我会伤心的 在所有笨女人当中 你这笨 伺候小李飞刀 你甚至把心都掏出来了 她怎么对你 她的心中 只有一个零食衣 小云 你不可以直呼王母的名字 她也是个笨女人 小云 你暴力 你猖狂 你现在连伦理道德都忘了 林诗音有两个 一个是她嫁到龙家之前的她 一个是她嫁给龙家之后的她 仙母嫁到了龙家之后 这好的不能再好的贤妻良母 就像我刚才说的 人的处境不会变 变得是仙母的心 以前 那玄花一定给她吃了萌西药 小云 你太可怕了 有一天 也许我的心会被你捧在手里 那个时候 你再仔细地瞧一瞧 龙小云 要跟你说几句话 我全身会起鸡皮疙瘩 阿飞 你们在干嘛 阿飞 你们两个究竟怎么回事啊 别闹了 快回去 阿飞 你们两个究竟怎么回事啊 你好像吃了爆竹 一张开口就要爆炸似的 我跟你说正经的 快回去 那我就偏不走了 我又不是驴子 让人一赶就走 说老实话 我们在等候强敌 哎 慢 慢 慢 这个啊 可是个抖搭的新鲜事 别看我 是个小鸭子骗子 但是 我也读过兵器谱啊 一个阿飞 一个金无命 在江湖上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如今老人联手等待的强敌 哇 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哎 到底是谁啊 在兵器谱上 他排第几 兵器谱上 没有这个人 啊 那他 岂不是无名之辈了 那都未必 因为白小生 没有见过这个人 所以 无法排他的位子 其实 武林中 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见过他的人 都已经死了 那照你这么说 我更应该留下来了 杏啊 不要留在这里 哎 阿飞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 莫非 他会隐身数 到此为止如何 这太快了 知道不尽然 如果他要娶你我的相上人头 那结果 就会完全不一样 不过 我也想不到的是 这家 竟然还写了一首好说法 我终于见识到了 只有那么一个人影闪过 别的 什么也没看到 金凶 这 算是付了约会吗 在他来说 可以说是来过 并没有违反 他无冤不复的承诺 可是对你来说 这个约会 可以说是尚未完成 怎么说 他的留字是 到此为止如何 如何是个不定词 所以 决定权在哪 王爷 你可得想清楚 不许我伤害探花相公 那是得我们扶手扶脚的 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我不是不许你们伤害李循患 而是不许伤害任何人 那个疯子 一口气杀了金钱帮六个门人 我就相当不满意 现在闹得满城风雨 这出戏该怎么唱了 王爷 城风看得起 我老太婆给你掌舵 对不起 这什么主意 你都不听啊 婴孩是不是全听你的嘛 结果呢 路全岔了 如今还有一个 比死人多一口气的金子光在手里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也许是 现在这局棋既没有赢也没有输 还有 把你的人全都给我约束起来 一个也不许动 那我们的酬劳呢 这帮人可是穷风了 近期眼开了 你们不是预支了五千两吗 哎呦王爷 我说的是那九万五千两银子 不管事成失败 这个银子 我们还是要收的 现在是没有成也没有败 请王爷再发现银子 好安他们的心啊 好吧 再给你们剥一万两 好啊 王爷说了算 待会儿你走的时候 到战旁那儿去取装票 记住 以后少来找我 你忘了 你身边还有一个人需要看着 王爷放心 就那个粉头啊 让他走他也不会走的 王爷 我先告退了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进来 请禀告崔姥姥一声 我是来拜见他老人家的 奶奶有交代过 任何人都不可以进来 对不起啊 我 哎 你想怎么样 里面没有别人吗 就我一个 姑娘 快跟我走 哎 我才不要跟你走呢 姑娘 难道不想离开这里吗 我是来救你的 如果我想离开这儿 我经常一个人在 为什么不走 还要等你来 奶奶 奶奶对我很好 没有亏待我 到现在 姑娘还不知道 奶奶的真实身份吗 我知道啊 可是 她能保护我 我跟太花眼里寻欢 也可以保护你 除了崔奶奶 就算当今的皇上 也保护不了我 姑娘既然要这么说 我也不勉强你 李太花想跟你深谈一番 她认为 有关金驸马的事情 你一定隐瞒了不少真相 姑娘 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 没什么好再说的了 姑娘不关心驸马了 我 非常关心啊 姑娘 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 你只有我 李循欢 还有孙姑娘 才是真心真意 要救金驸马的 我知道 那 姑娘为什么不肯跟我们合作 我很愿意合作 只是 我不可以离开这里 为什么 请你快离走好吗 姑娘 刷屁得罪了 大哥 你把她怎么拉 她真是不肯离开那鬼地方 没办法 我只要点了她的昏血 一路上闪闪躲躲 专走从下小道 到了客栈 我还是翻墙进来的 这什么地方 你们 我赶快回去 姑娘 姑娘 你不要冲动 可是 我在一个时辰面 见到姥姥 我就会没命了 姥姥在你身上动了手脚 我 我不能说 你不能说 我们也不会逼你的 你就在这儿等死吧 大哥 他外面不闻 气体浮动 我想催命姥姥 一定在她身上下了毒 必须要定时服药 否则 这会毒发 姑娘 你也知道我没有说假话 又何果然置我于死地呢 你刚才说过 你身上的毒 要一个时辰以后才会发作 你尽快把真话告诉我们 我们很快就把你送过去的 可是 但是 我说的真话 也是会没命的 有的时候 人必须赌一赌运气 姑娘应该相信 我们不是坏人 也许 我们还会把你身上的毒给减了 你们斗不过姥姥的 她人多势众 而且 背后还有大人物撑腰 一开始 驸马爷和她的几个朋友来到教坊 她喜欢听我唱的诵词 尤其是李后主和李清照他们所做的词牌 之后 她又单独来了几回 她对我从来就没有非分之想 其实我们单独相处 她也总是规规矩矩的 她深感格安公主的贤惠 来到教坊 也只是散散心 从来没有想过别的 你不是说 驸马爷们打算把你和公主 带走 远走高飞的吗 那只是他们为我编的故事 那后来呢 老了就出现了 她在我的饮水中下了毒 当我毒发难耐痛苦时 老了给了我解药 每个四个时辰就服一次 从此我就受她的控制了 她让你做什么 驸马爷她滴酒不沾 老了她给了我一些药粉 叫我放在驸马爷饮用的茶水中 听老了说 那不是毒药 那是一种喝了会让人听话的药 叫什么来着 萌心药 哎 对了 萌心药 驸马爷啊 连服了那种药水十来天 他们叫她来 她就天天来 后来 他们把她带走 她就乖乖地跟着走 我听老了说 他们 要叫驸马爷交出库房的钥匙 她就乖乖地交出来了 可是 库房却是空的 后来 他们又要她交出密库的钥匙 她只会傻笑 逼迫她 她也不怕 鞭打她 她也没有感觉 我心里好难过 这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因为我 驸马爷也不会变得这个样子 可是 我只是想活命 我家乡 还有父母亲在等着我奉养呢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这不怪你 你知不知道驸马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们 带我去看过驸马爷几次 只是要我去劝劝他 可是 驸马爷他只会傻笑 连我他都不认得了 连我他都不认得了 是在一间陈上的还不算太差的屋子里 但是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每一次来回 都有黑伤蒙住的眼睛 鞭鼻子 鞭鼻子 因为虽然 这个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鼻子 人的鼻子 这次我们还是很惹 你放心 我们会帮你救出驸马爷 我们也会帮你解毒的 谢谢 大哥 要是姥姥盘问他 他应该怎么回答 南岳姑娘 你就说 是阿飞强行把你押回客栈 我们逼问你驸马爷的下坡 你的回答许什么都不知道 更何况 你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真的能接驸马爷触险吗 至于我 你们就不要在乎了 姑娘也是一条人命 你相信我们 我会不管你 我听老婆说 你们都是武功很高的人 可是 我听她的口气 好像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不用担心 我听到你 你懂得要绝对 这样子 我听到你 你们就不能在乎 我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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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在乎 我听到你 我听到你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